白片大三小 防变防空药 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就是监通各种骗术 发誓揭露各种骗局的好聪明好专家 最近经过多方排查和摸索 用自己的肉身来揭露骗子的真身 终于又让我发现了一项非常可怕的新骗术 航空意外型骗局 大家一起看原济出现 哦 正非在收点 那没问题了 听到 给我来张机票 好的 没问题 对了 你要买买一份航空意外保险呢 最近各地的飞机都像下小机样往下掉 马上等号都要改航当大厨了 所以建议均还是麻烦因未然的 说得是啊 没有安全不能愉快地玩耍 那我得我稳多少钱 不贵不贵 二十块 不贵啊 还是正规待收点 好 我买了 好了 事情发生到现在好像没有任何意外 接下来你得享受愉快的旅途 旅途顺利 说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但是万一有一个不幸 买啊 我的居然我们这些出事了 就是你们公司的宝蛋 给钱 对不起 没戏 啊 为什么 快给我解释清楚 不然给你爸爸88个差评 他们当然不会赔你了 因为你这张宝蛋是假的 啊 为什么正规待收点买的宝蛋 会是假的呢 这个吧 很简单 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想了解最新片数 请扫描金融卫视微信号 找好专家 好了 欢迎回来 为什么我们敬爱的客户会上当呢 经过多方查证 原来又是大片子真诚时 自行设计了一种叫做快乐型 行天下公共交通讯息单的单据 围交成各大保险公司的航空意外保险单 还自行设立了400验证电话 你打过去当然告诉你是真的啦 然后再通过非天代理的方式 销售给网络代理商 代理商在以3元每张的价格 快速批发给一级代理商 一级代理商在加价 卖给机票发售机构 而机票代售的人以利当先 根本不追究其根源 然后再以20元每张的价格 卖给消费者 而消费者多半不会建议 华二十买个保险 也是没相信机票代售店的信誉 所以才让这些骗子屡屡得手 该三级团伙通过销售假的保险单 已经获得了114万元的巨额利益 实际上虚拟保额 达到了1520亿元 哦 原来是这样 真可怕 那我们做些什么 才可以不被骗的 很简单 三个一定 两个不要 第一 一定要去保险公司网点 或合法的保险中介机构购买 机票代售点 并不是合法的保险中介机构 第二 一定要仔细查验保贷上 所有的1234567890条信息 并且一定要有盖章 少任何一样 你的小生命都有可能运备over了 第三 一定要打电话验证保单的真伪 主意 电话是12378 不是12306 也不是4008123123 打错的话 小心没有人给你送披萨 第一次 不要购买外地的航空123宝单 和手工填写的航空123宝单 手写电影票 偷的是票房 手写保单 偷的可是生命啊 最后 不要从个人手上购买航空123宝单 它保不了你 哇 好厉害 那是自然 当然了 所以根本的解决之道 就是要抓住骗子神之音吧 所以我现在就要去了 祝我好运吧 多一些真诚 少一些欺骗 大家做好运 下期再见 Let's go 哎呀 话说这个骗剧也太容易上当了 谁都会买的嘛 就是 说的就是 我还买了双份片子 真是太可恶了 你们一定要抓住它呀 放心吧 夫人 说一个 安全的魅朗 是 这个是雷小姐肉 世界对我太温柔 专心教育 微信红包 重大将美女 笑口口 把你操掉圈圈走 浪里望里泪花流 这个地球太刺激了 你的智商口不够 这手机有小电话 不敢轻易溜 哈哈 随时中枪 有没有 当当当 骗子军儿和你有 什么远什么走 来到百片大帕修 放头放爬放红柔 剪招拆招拨招研发 一度共度借你昏酒 只我一双和几眼 所有圈头都看透 小刀军儿你快放手 骗子军儿你快回头 狐独一排楼 酒吧你来酒 让我们做愉快玩耍的好朋友吧 笑笑笑 只能骗子趴上小头 就像玩网友 笑笑 只能骗子趴上小头 就像玩网友 我会想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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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